圣诞节 圣诞节 大家好 我们听到这几个和弦 圣诞节 圣诞节快到了 这是非常典型的 好像是一种象征 这是Bach里面 圣诞神剧里面的一首 我们快要到圣诞节 外面都很暗 所以我们就希望 我们家要布置明亮一点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点蜡烛 所以你们看到好的火灯蜡 今天 要给你们介绍一首圣诞歌 你们可能没有听过 一般德国人也没听过 但是他利用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大家都很熟 我们圣诞歌 圣诞节的歌曲 有很多类型 譬如说 牧羊人的生活 把这个当作内容 或者是 当时社会的情况 家庭 要怎么样 准备圣诞节 这些主题 但是有一种类型很重要 就是摇篮歌 所以你们刚才听了那几个和弦 所以你们刚才听了那几个和弦 他也是牧羊人的生活 那么 他是男的跟女的对唱 所以 女的是 叫他 叫先生 你帮我摇篮 我那个 我 小婴儿啊 我已经累死了 然后 他回答说 好 我来 很乐意啊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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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首歌 但是 我刚才说的另外一首 是 马克斯里加写的 他就用这个基本的主题 但是又改写另外一首 但是 这个气氛 这个摇篮的气氛 都一直存在 对 его 他要看 tre 对 他 e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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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